日本投降那一天 黄仁宇跟郑将军正好在昆明 于是他们赶快就跑到重庆去了 但是令他们非常的失望 蒋介石曾经一再跟他们保证 说你在应免那边 你所有的努力付出 肯定会得到肯定的 账后一定不会亏在你的 你在那多忍忍吧 所以都以为啊 一旦这远征军回到了中国 那郑将军绝对可以获得 实质上的这个指挥权了 结果呢给他的任命啊 只是到这个第三方面军 就这个汤恩伯的手下去当一个副手 一个副司令 这个汤恩伯啊 他其实也不是这个黄埔军校出身的 张将军呢 他的副手啊 有一个姓张的这个副司令 将军级的啊 人家是黄埔一期的 可那个张将军啊 跟这个汤恩伯啊 可是多年的搭档了 说实在的啊 就是这个郑邓伯过去啊 没啥实质的这个职位可做 等于就是安慰奖 哎就是一个多余的那么一个职位 也没有什么具体工作 完了人家那都铁板一块 那儿早都合作那么多年了 你去那儿就是 其实就是因为 也是没什么仗工啊 所以啊 你向他去那儿啊 除非是汤恩伯给他指派一些不疼不痒的一些杂事干一干啊 你想立功再晋升啊 门都没有 而且啊 你要是太积极的话 什么都是这我来干吧 那我来干吧 人家反而会觉得 你要干嘛 想把我的权力都弄走啊 反而会引起猜疑 所以啊 就是到了他们那个第三方面军了以后啊 那整个军 其实就拿他们当一个就是 来这儿的贵宾一样对的 没拿你当上级 这郑将军啊 其实呢拿到这个任命以后啊 已经预料到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了 所以呢 就有点那个撂挑子 也没急着跑到柳州去报道去 直接呢又飞回了昆明了 借口呢 就是我得把我那些没完成的事 我得交接一下啊 对吧 结果呢 回到昆明干嘛呢 整天的就是打麻将 撂挑子 那黄荣宇干嘛呀 也没事干啊 于是整天就跟将军的这个老婆 小舅子 什么这个侄女 有两个 整天也是混在一块 因为当时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嘛 都年轻人 一直到了这个八月份 所有的世界的这个局势啊 都开始转变了 苏联呢 也参战了 什么的啊 美军呢 也在那日本的光光的扔原子弹了 日本也投降了 这时候呢 就是街上的这个爆童啊 就是天天都是各种的好外 全是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哎 完了呢 那个时候呢 中国呢 就被这个国民政府啊 就给划了好几个区域 每个区域啊 其实跟后来的省都差不多了 就已经成了这么一个形了 都是由一个资深的国民党的将领 去这个接收投降 而这个第三方面军呢 奉命呢 就是去接那最重要的海港 上海 另外就是南京 那郑将军一听 我天公 这真是太荣耀的事了 立马就说 飞 走 直接要去柳州去报道 我们家的这个神经病两知 你知道吗 哎呦 领域地 领域特别强 黄仁宇啊 首先呢 就因为是飞过去啊 他就得把他的这个随身带的 那个弄过来的这些行李啊 全部要缩减 因为什么呢 他呀 就是回国之前啊 他动用了他的那点小权利 就跟那个后群部啊 就是因为当时他不是老出差 去加尔哥达买东西吗 他们每次去采购呢 就顺带也给自己啊 买了不少东西 再加上这前线啊 没地方花钱 你知道吗 所以他呀 存了好多的奴婢 这个再加上他后来 还给大公报写稿啊什么的啊 所以他的钱包啊 咕噜咕噜也鼓起来 当时呢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宣布胜利呢 刚开始准备回国 所以啊 他就想了国内的物资啊 肯定短缺 买了差不多够用一年的牙膏啊 什么刮壶刀片啊 什么那个刮壶那个须的那个 那个膏啊 什么羊毛袜子了 什么羊毛衣啊 完了什么靴子 网球拍 文具都买了 居然还买了好几副的扑克牌 另外你再加上啊 他平时根本就不需要自己的衣服 有军服 完了内衣也都发的 所以啊 他一直就搁在一个特大的一个 那个储物柜里边 完了呢 就动用自己的这个小小的权利吧 就从那个 那个印度他们那个总部 那个雷多 那总部用那军用卡车 咣当咣当咣当 一直给他运到了昆明 当时就打算啊 你战争再打个一两年 我都不用再买东西了 到了这个国内啊 结果一发现 这不是要非柳州了吗 可是这时候 这个郑将军已经没实权了 那你作为副官呢 更就是一个摆设了 所以呢 就到了这国内啊 他这个个人物品的运输的事 就成了大问题 于是呢 他就委托这个勤务兵啊 就是那个郑将军的勤务兵 就把他这个储物柜里的东西啊 连柜子 漆了咕噜 你都给我卖了 带不走啊 尤其你上飞机 你能带啥呀 你带不了啥东西 没想到啊 在昆明 妈呀 他那点东西啊 那叫你个抢手 根本都不用 好多人啊 连问都不问 价格也不问 是也不问你这东西怎么来的 也不问你一个陆军军官 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 反正就是 漆了咕噜全卖了 这个皇人女自己啊 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她也没想到 时局变化的这么快 这日本人一下子就给打趴下了 所以现在顿顿那么多货啊 也没什么用意义了 她呢 把这个好处费啊 给人家付完了以后啊 一下子 得了好几大窩 你知道吗 就是大额的那种 新发下来的法币 就那新钞 国民政府发下来的 全都是崭新崭新的 好多还连着号 不过这也能说明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通货膨胀啊 有多么的厉害了 光光的印钱啊 打仗你以为呢 是吧 再加上那么多地方 一直那么多年 没收上来过税呀 到了柳州以后啊 这皇人女呢 还从这个第三方面军呢 又领到了两个月的 这个基欠的这个津贴 就说他任命了吗 任命你不是一直没来报到吗 可是这工资是发下来了 哎 你这这工资也不少啊 所以啊 等他一去拿到这个 妈哟 差不多啊 就他那两个月的那个津贴 呃 再加上他卖的那个啊 差不多得有两三本书 那精精装的书啊 硬壳书那样的厚度的 那一打落钱 他呀当时啊 其实没什么概念 就不知道这钱啊 值多少钱 直到到了上海 他才有了概念 他们不是这个 从柳州飞到上海的吗 这个飞过来的啊 这飞机上呢 就是两个副司令 就是张将军和这个郑将军 另外呢 这个跟着几个 25个这个副官啊 参谋啊 这些的啊 下级的叫中级军官和高级军官 另外呢 这个飞机上啊 还这个带了一个吉普车 哎 你到了上海了 你没自己的车 现去借借呢 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啊 所以呢 你呢还特地拉了一辆吉普车去 这个早上一大早把这个飞的 结果呢 不是这个半夜半夜飞的 好吧 哎 我说呢 我是男人 让我签个字 行 接着说啊 那个 这个他们是半夜起飞的 坐的是C54 那种大型的那种运输机啊 飞到了长江三角洲啊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这是黄仁宇啊 第一次从高空俯瞰这个地区 一看 哎呦妈 有那种亲切感 熟悉感啊 水乡 泽国 完了一个一个小村落 在那河流西流之间啊 点缀的 到了这个江湾机场啊 他们降在是江湾机场 这个机场里啊 这时候停满了 成排成排的那个日本的战斗机 嗯 那上面那个日本的那个太阳旗啊 都还显得那个特别的明显 而且呢 让人感觉啊 嗯 邪恶 有那种胁迫感 跑上来迎接他们的啊 这个飞机的是当地的日本的陆军和海军的这个 成排成排的那个军官 你一看啊 所有人的那个表情啊 一点那种不高兴啊 或者反抗的那种态度都没有 全都是举止啊 非常的体贴 而且非常的有礼貌 而且啊 你能甚至感觉出来啊 就是那种抑制不住的 有那么一点快活似的 你想啊 每一个个人 战争终于结束了 没有人愿意整整被裹挟着 天天走在死亡的边缘 其实这个战败啊 他们已经很早就能知道 已经不行了 完了呢 有一个人呢 就一声令下 他们的司机呢 就把那个轿车上的那个 他们的日本旗啊 就给摘下来 所有的这些仪式呢 都很从容 也很庄重 然后呢 就换上了黄仁女 他们带过来的那个 国民党政府的那个 青天白日旗 为了这次这个 更好的这种 接收投降的这个仪式啊 王仁女他们准备了 一大箱的那个国旗 因为什么 那有好多场合都要用啊 也不知道到时候 这边有没有啊 所以呢 就准备了一大箱 车队啊 后来呢 就直接开上了这个南京路 这些接收大员呢 就被送到了华茂饭店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上海 薄华的饭店 那时候号称远东第一楼 地毯啊 都是那种厚厚的 麻烦窗帘啊 布料啊 床单啊 桌布 全都是上豪顶尖的那种材质 家具啊 也是那种厚重的那种游牧的 哎 那有点那种美式和欧式的那种的啊 另外就是什么呢 你就在别处看不到 各种的就是大玻璃的 镜子 什么是大的啊 你随处都能让你见到 这个是设计上的一个诀窍 就是能够让你显得屋子大 明亮 你想过去的那种窗户啊 它都不大 所以它那个 不像咱们这儿现在采光啊 那屋子里边都暗 它靠什么来呢 就是靠这种玻璃啊 或者是这种镜子啊 反光 就能让那屋子里边显得明亮 舒适嘛 像黄仁宇他们啊 就可以直接下到下楼 到餐厅咖啡厅啊 随便点菜 完了签个名就行了 黄仁宇一直啊 也没打听 到底是谁来管这个负账的事 给这个华茂饭店 总之吧 当时啊 也是就是国民党这边也是一片混乱 是那边也都不知道 跟着你 你们都怎么弄啊 反正就是一片混乱 不过呢 这个 来送他们来的这些日军军官啊 一直跟着他们 看着啊 把所有的都安顿的妥妥当当了以后 才向将军们敬着个礼走了 后边这几天啊 就是各式各样的 这个日本的将军拉上校啊 就跑过来商讨 这个接管这个投降的事宜啊 怎么做呀 什么的啊 从这个所有的军官呢 呃 来谈的时候的这个态度来看啊 嗯 就是另行公事 哎 公事公办 而且啊 人家也不跟你争辩 你说什么是什么 就光在那专心听 然后呢 直接就光说 嗨 嗨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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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仁雨当时啊 就那是纳闷 你说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吗 怎么投降还显得那么淡然呢 其实啊 后来啊 黄仁雨也琢磨了好多年 他发现啊 其实啊 包括到现在 好多的中国人呢 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了解日本人 比如说现在好多的那个中国人啊 就是我恨日本人啊 我就不 那中国日本人就不能相信他 黄仁雨啊 其实认为啊 这个大和民族啊 是一个在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一个民族 另外呢 就是什么呀 他有一种五十道的那种精神 就是崇拜力量至上 哎 你只要给我打败啊 我很快心服口服 所以说啊 就是你看这个美国把他打败了 当时美国进到这个他的日本本土的时候 一直在琢磨我 我们在外边打成这样啊 死那么多人 他们都不屈不挠的 跟你同归于尽的 我要上到本土了 我得死成什么样啊 也是因为这种原因啊 才投了那两颗原子弹 就是 我先把你镇住试试吧 也不是 根本 就我在那么一个岛 就让我死多少人 打那么长时间 其实黄尔宇觉得啊 真正你一看 就是大部分的这些日本军官啊 其实投降了以后啊 你能感觉出来 就是内心里边 真正的是松了一口气 入住这个饭店的这天晚上啊 黄尔宇就跑过去了 跑到上海市区啊 好好的逛了逛 战前啊 其实他是来过上海好几次呢 当时呢 还有这个租界呢 什么英租界 法租界 英租界呢 就是从码头那一头 一直往这边来 日本租界呢 是在虹桥区那一块 完了呢 那个法租界 是在这个下边吧 好像是 完了 就是浦东这边了啊 各个租界啊 其实都有自己的什么公共设施啊 机构啊 什么大众运输系统啊 另外呢 警力配备也都不一样 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系统 这个租界里边啊 还带来了自己信得过的 比如那包着头巾的那西克族人啦 还有那种黑牙齿的安南族人啦 主要这些人呢 是负责指挥交通的 另外呢 你就能够在那英租界 看到那个就是穿着裙子 吹着那个苏格兰风鼻的那个 英国的军队 在那个马路上 那个游行 黄仁女以前到上海来啊 她觉得呢 上海啊 又繁华又醉了 就是各种酒吧呀 什么那种妓女呀 水手混的那种啊 另外呢 就是赛马赛狗 赌场 黑社会 什么都有 但是啊 还是要说 对 所有的中国人来说 上海 它是一个文化中心 所有的电影啊 差不多都是上海那时候拍摄的 完了呢 应该说啊 呃 大部分的书啊 报啊 杂志啊 呃 都是上海这边出来的 应该说啊 那时候多到什么程度 跟这个本地人口完全不成比例 但是呢 这就是上海的魅力 也是上海能吸引住人的一个原因之一 应该说非常重要的原因 珍珠港事变以后啊 这个大都会啊 被这个日本人不是全部给占领了吗 呃 有好多的就是过去啊 那种大联欢 大欢乐啊 各种黑社会 各种的什么 那种又毒又又是什么吸毒的这种啊 还真的受到了日本人的严格控制 哎 日本人也是有这个道德解辟的啊 不过啊 黄仁宇还是特别惊讶的发现 在公共租界 对法租界就是在下面 你看见了吗 这个粉色的 这还有小块粉的跟他一样差不多颜色 那就是美租界 黄仁宇惊讶的发现什么呢 就是 居然啊 你想想 又是战争 又是日本人过来管理啊 那么多的店家 居然安然的度过了战争 你比方说就这个 呃 咱们叫仙池百货 呃 Sinsery啊 还有什么永安百货啊 这都是一直 哎 都保留下来了 而且啊 你一进去一看 琳琅满目了 这个 你像那个法租界啊 他也去逛了 那上面咖啡厅餐馆啊 呃 服务员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白鹅 另外呢 还有好多的餐厅啊 那个居然还发现了吃饺子鸡的那个老虎鸡 商店里啊 应该说是全是这个商品 琳琅满目的 完全就没有像他去的什么昆明啊 什么柳州那样的啊 什么还有配戟啊 还有价格管制啊 一点这种迹象没有 你就觉得 哎呦 天堂一般的世界 这个 不能不说啊 真的 这个日本人在管理上啊 还是 没得说 你那时候你看那个东北那时候啊 占领的时候也是 其实我们建国以后啊 最牛逼的这个工厂 全是那时候 就是苏联人都抢过一遍了啊 都已经洗过一遍了 都给拉走大部分了 依然是我们那时候 工厂 重工业最牛逼的 就是人家剩下的啊 这没 真是没办法 真是没办法 这个商品的 琳琅满目不说吧 种类还特别多 什么羊毛啊 什么这个 纺织品啊 烟草啊 威士忌啊 各种各样都有 你像这种烟啊 什么这个三宝牌的 骆驼牌的什么都有 居然啊 还有一种烟 就这种包装的啊 应该说占后的时候 好像就已经停止生产了 哎 黄尔宇在架子上还看见了 他猜想啊 肯定是什么呀 盹着呗 就是那时候就是 没法公开的卖这种烟啊 估计就是割仓库里盹着 盹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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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日本投降了 我天那得多少年了呀 给摆出来了 黄尔宇这次逛街呢 先给自己啊 买了件睡衣 买完了 他一下子啊 就高兴的不得了 为什么呀 这商店啊 特别的愿意接受法币 而且这法币啊 跟昆明和柳州一比啊 我的妈呀 多出十倍来 就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 价值啊 多出十倍来 这一下你想想 黄尔宇啊 就跑到一家 就是可以兑换钱币的一个香烟店里边 他就去看 这一看他简直是简直是属于狂喜了 就在这儿啊 你可以随便的兑换黄金 兑换美元 那汇率也是诱人的不得了 哎呀 给黄尔宇给后悔的呀 一想啊 当时为了这个省钱啊 起飞钱啊 专门在柳州剪了个头发 后来他一计算啊 他在柳州剪的那个头发 在上海可以剪一年 就剪那一次啊 你就想这可不是十倍的事 完了呢 买的那个点心啊 当时他也是买了点点心吧 在上海高等餐厅可以大吃一顿了 就连啊 他在柳州的时候给那咖啡厅给那小费 居然在上海就能吃一顿牛排大餐了 哎呦 当时啊 他就庆幸啊 哎呦 就是因为自己啊 这不是运输权力没有了吗 没什么实权了 把他那些破玩意儿 不是宝贝式的那些玩意儿啊 连柜子都给卖了吗 这一下你想想 就光他呃 当时卖的一个那个 什么那个那个黑迷子 那个发下来的那个衬衫啊 拿那钱 就可以在上海定做一整套羊毛的西装了 你想想他现在得多富裕了 你想想他是背着一整袋的法币来的呀 这个人啊 加尔布雷斯 他呢 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个专家 呃 有一他就是指出啊 就是你在中国的内陆啊 还有就是就是抗战 那个接收钱 就是投降的那天 就是跟沿海之间啊 真的是就是这个壁纸上的差异是巨大的 他也跟黄仁宇一样 哎呀 到了上海以后啊 肠子都毁清了 一看我的妈呀 就是便宜到离谱啊 就让他觉得 真思啊 绸缎的什么的啊 在那马路上 他就恨不得锤足顿雄 这个不是锤凤凤足了 这个人呢 他写了一本这个叫自满的年代 哎 这本书 好像我们这国内已经也出版了啊 他就讲了一个这个 有一个真理 是从历史上总结来的 就是甭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你是民主社会啊 你是专制社会啊 就这个既得利益者啊 他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塑造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氛围的 另外呢 就是要保证政治安定 你甭管就说什么 就是像这种资本主义的 这种民主的啊 这样的国家 依然是这样的 比如说 这个中上阶层就算是既得利益者了 等于他呢 随着他的生活啊 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安定 他那种过去啊 通过这个勤奋工作 而产生的富裕呢 慢慢让他有了这个自尊自信啊 而这个自尊自信啊 最后呢 会变成自私自利 甚至呢 可以说是短视的自满 这种东西啊 在某一段时段 就可以垄断这个主流的文化 主宰这个社会的道德 因为为了这个眼前利益啊 他们会这个 比如说抗税啊 或者说就是放任啊 就是强调是必须是市场经济了 就任凭这种 他们说的这种 纯的这市场经济啊 反而会腐蚀掉这个国家的 整个的经济体系 就是说呢 就是会对这个整个的市场经济啊 受到伤害的那个弱势团体 那些人的仆幸 采取一种鸵鸟的心态 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结果这样反而会更加什么呢 贫富差距加大 完了呢 整个的社会环境会日益的恶化 他觉得啊 就是应该是市场经济 再加上政府的公共建设 这种各种的干预啊 形成一种混合式的经济 才是最好的一个经济 现代经济的一个解决之道 而且啊 他认为啊 别像那些某些人说的 这个民主机制啊 有什么这个自我纠正的一个 那个机制 他会自动就启动的 他说不可能 由于这个阶层 由于这个自满的这个阶层 他们垄断了这个主流的这个地方啊 和这个主宰了这个环境 你还是需要进行打拼 不屈不挠的去争去抢 才能得到你需要的权利 好 今天先讲到这儿 下期记得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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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